说起赵薇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寒朱格格》这部剧 赵薇出演的小燕子非常的经典 当年的小燕子形象深入人心 而如今的赵薇已经甚少出演影视作品了 从上的她和富豪老公黄友龙已经变豪门了 如今的赵薇应用自己的事业 已经是娱乐圈里的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 赵薇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思约 赵薇的女儿今年八岁了 长相和妈妈很像 大大眼睛剪成妈妈一模一样 赵薇经常筛出女儿的照片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赵薇和黄友龙还有一个儿子叫小宝 小宝是黄友龙和前妻所生 因为赵薇很少提起这个儿子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赵薇从不提起妻子 这样很多人觉得他们关系不好 其实赵薇在和黄友龙谈恋爱之前 就知道小宝的存在 小宝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后妈 因为她小时候很喜欢看黄猪哥哥 反复看过很多次 最喜欢小燕子 所以对赵薇这个后妈不排斥 两人关系非常融洽 黄友龙和赵薇不公开儿子 是因为害怕她受到影响 于是从小就把她送到国外读书 远离娱乐圈 小宝今年已经20岁 长相非常帅气 很像爸爸黄友龙 作为哥哥 小宝也很宠爱妹妹小思月 难怪赵薇甘愿当后妈 还一直不愿公开她 小宝是个贴心的哥哥 和妹妹小思月感情很好 很宠爱妹妹 原来已经有这么懂事的儿子了 难怪赵薇和黄友龙 没有计划再生一个 小宝虽然不是赵薇亲生儿子 但赵薇对她也很用心 事如己出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非常幸福 赵薇现在很少拍戏 大部分时间拿来陪伴女儿和儿子 希望小思月健康成长 儿子学有所成 将来继承黄友龙的事业 难怪大家都说 赵薇是人生赢家